台铁零日号 上车之后更有看头 在八台参车的部分设计了大面路地坑还有列车相分 要让旅客边享受风景还能有美好体验 您好 这是您的餐店 请满享用 谢谢 海铁有它的传统 百年的老店 有些元素是好的 我们可以把它保留甚至加以创新 那当然怎么样让它更有质感 这个是这两年来也在张局长 他的努力下我们看到了成果 我觉得台铁这样的转型 我是非常的肯定跟支持 台湾是一个铁道国家 那我们订2022年是铁道观光和旅游年 那有推出五种观光列车 那今天是明日号的首航 那接下来有蓝皮解忧号 山轮号 海风号 还有钻石级的这个观光列车 那陆续会在2024年之前来完成火车 它是一个移动城堡 那这里面有半开放的空间 人跟人 人跟风景 人跟经过的所有的观光的这些亮点 都可以结合起来 所以我也特别推荐给国人 坐火车去旅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